我是4月5号到的苏丹 原计划是在这块谈一些项目 然后计划4月17号回国 没想到4月15号就赶上战争了 4月15号 苏丹首都喀吐木及多地爆发武装冲突 喀吐木国际机场航班中断 王亚军的同事们在冲突开始的第二天 就经历了危险时刻 这个就是我亲历苏丹战争12天 和撤离的整个过程的一个日记 这张图片其实是记录了我们战争的第二天 我们公司的同事从恩图曼撤回 喀吐木办公室的路上拍摄的照片 他们在撤离的过程中经过了枪林待遇 可以看到这块浓烟滚滚非常危险 几天后冲突愈演愈烈 紧张局势升级 一颗子弹成为王亚军和同事们 决定撤离的关键因素 然后在战争到了第四天 局势更加紧张 开始的时候可能时打时停 但是到第四天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打 而且在上午的时候 一枚子弹 一枚榴弹 飞到了我们办公室外面的院子里边 我们当地雇员打扫院子的时候 把这个捡进来 我们一摸还是热乎的 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哎呀 这个战争里我们太近了 我们一定要撤 下定撤离决心的王亚军和同事们 开始到处搜集信息 分析多种撤离方案 终于在苏丹冲突爆发后的第七天 确定了撤离路线 在网上下载了这个 是交火的地点的这个分布图 然后标注了我们公司的位置 还有我们撤离的路线 我们根据这个图可以看出 我们公司所在的位置 并不是就是战争的中心地点 还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从我们这儿撤离 撤出卡图木是最好的方案 确定好撤离路线后 王亚军和同事们 开始了紧张的撤离准备工作 经过与使馆和国内公司 驻埃塞分公司的沟通研判后 他们定下了撤离时间 利用4月21号开斋节 冲突双方宣布停战 这一窗口期撤离卡图木 出发前 他们在车上支起了五星红旗 希望为撤离行动保驾护航 这个是战争进行到第11天 开始我们准备出发前的这个照片 我们总共有三辆车 两辆皮卡 其中第一辆皮卡车 就是插了一个我们中国的国旗 当时因为苏黛和中国 是传统友好的国家 苏黛人对我们中国人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把国旗放在了车上 这样的话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但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路上 就是经过了 就是苏黛作战的两方 他们都看到我们了 在一个 类似一个安全检查口吧 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为难 我们直接让我们过了 顺利撤离至埃塞口案后 中国驻埃塞使馆 为王亚军一行人的撤离 提供了便捷的出入境办理条件 还有完备的安全保障措施 在我们来之前 有的人说 在那个边境走了九个小时才通关 当时我们特别紧张 因为我们撤退的晚 但我们当时到边境的时候 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我们想要等九个小时 可能就在那块 席地而卧了 就得一晚上就坐在那了 大概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在我们使馆的帮助下 我们一个小时就已经 13个人全部通关 并且把历史护照都办理好了 上车揍人了 经过200多公里的夜路行驶后 王亚军一行 终于到达贡德尔市 各国自苏丹撤离人员 都在那里等待乘机 赴亚迪斯亚背巴 机票十分紧张 在驻埃塞使馆的帮助下 他们终于在26号 搭乘埃塞航空航班 顺利到达亚迪斯亚背巴 我们整个的撤离的这个过程 是非常安全稳定的 各个方面都是有保障的 在日志的最后 王亚军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惊心动魄的12天 亲历了一场战争 和带领13人的团队撤离 既紧张又幸运 就是对于这个整个过程来说 是一种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就是也是值得铭记一生的经历吧 那我说是一种非常难忘的 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最后就会有的 这种症的那种 那么我们最后就会有的 就是因为战争的 所以我们在这种 就是这种